好啊今天呢该我带大霸子吃了 因为刚才车上它没灯所以呢又没拍 不是你这怎么一带我吃就吃这么富丽堂王的呀 最后一顿了那必须吃点好的呀 欢迎收看价格大侦探 我是摄影小哥大霸子 本系列探店内容将由我和大翔哥轮流挑选餐厅 用餐结束后我们会根据以下规则进行猜价环节 并且大翔哥会单独拿出本期菜品的全部价格 捐赠给爱心慈善基金会 今天究竟是谁请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大先生订的包尖 对 不会是叫顺风山庄啊 真大呀这里边 这还有那个池子养鱼呢 谢谢 怎么样 不错吧 环境挺好 您好咱们这儿有没有冰块 给我来一个那个威士忌杯之类的那种小杯子圆的 然后再拿点冰 谢谢 今天用的这杯子是威士忌文香杯 喝我这青梅酒也OK 首先就是期待已久的顺德余生啊 服务员帮我们拌 先是淋上花生油 中间呢是顺德余生标准的配菜 有洋葱啊 大蒜 泡椒 浇头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细盐和白砂糖 搅拌均匀后撒上的这个是薄翠跟花生米 拌匀后的就可以吃了 这个吃的话一定要大口连着菜跟鱼还有烂七八糟的一起吃才过瘾 好香啊 昆德余生我在不同的地方也吃过好多回的 我发现每一家呢 它都有自己独特的配方 虽然大刹不刹猪这些东西 但是没有一家店 它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像比如这家店 它又多了薄脆 太好吃了 哎 终于吃了这口了 咱们这个鱼生用的是什么鱼呀 鲫鱼啊 哦谢谢 没有那种脱大鱼那么脆 相对的是那种更滑更软 好好吃 太香了 爽 好吃吗 很好吃 吃鱼生一定要裹着菜 大口吃 不挑着菜吃就吃不出它的鲜呢 你可以有一大口割着 你让它往嘴里送它 比如这泡椒 嗯 我觉得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生的人来说 嗯 鱼生算是这种生吃里边我觉得最好吃的 嗯 因为它调味丰富 口感丰富 对 太香了 好吃的 好吃的 哼 波鱼 鱼子酱乳猪酱 我这个有点好奇它什么味儿了 只上了一片乳猪的脆皮 下边是面包还是馒头面 尝尝 哇我知道它为什么这么上了 这皮也太香了 我这个我直接一大口吃了得了 它是挺香的但是也就那么回事儿也没有让我觉得特别惊艳 因为它那乳猪皮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酥脆 所以我觉得很一般 为什么说一般呢 为什么说一般呢 按筋结 看着挺肥啊 这大虾头 而且它把虾角虾须子全去掉了 尝尝 这个美极罗石虾就是油焖大虾 完全一个味儿 有高 但高不是特别多 就是油焖大虾 然后原料用的是螺蛳虾 挺好吃的 这个也还行 都是有高 但没有那么肥 还挺入味的 可以可以 接下来明炉烧鹅 配了一个蘸汁 应该是甜酸口的 然后是黑松露炒芦笋 首先尝一下烧鹅 也有粉丝朋友跟我说 来这烧鹅是比较经典 一定要尝尝 所以我就点了 蘸点汁 它这个是梅子酱 酸甜口的 超级解腻 烧鹅肉一点不柴 我觉得吃的是它的调味 跟它的肉香 还行挺好吃的 你尝一口去 跟你中午吃的哪个好吃 大坝了中午自己去吃烧鹅了 没带我 我想带你不去 我吃我觉得挺好吃的 但不经验 所以我没有人说来这 必须得吃的 没有尝的 因为北京的一些广味店 它那个烧鹅 我觉得跟这味道差不多 怎么样 还是不错的 跟中午的差距大吗 感觉差距也没那么大 主要是吃它的卤料 我觉得 也可能是因为北京的广东美食很多 所以我这东西其实已经吃过不下十回了 就没有那么经验 而且其实做的差距也不是特大 有些观众啊 每次看到糖做都会说 为什么不在厨房做好了 端 是不是花里虎事 糖做收钱贵 其实不是 因为很多菜呢 它要是在厨房做完端上来 它就凉了 一般糖做的都是为了趁热吃 好啊 海苔菊大连豹 这看着真香啊 有食欲 切一块尝尝啊 盖来海苔碎点 哇 它这个真的好啊 好嫩啊 这个鲍鱼 外边非常薄的一层焦脆腾 鲜活的鲍鱼 它鲍鱼的味道 其实没有很粗粗 尤其是这么调过味儿以后 但是它的口感呢 还有它调味儿 还有它搁这些海苔碎呀 辣尼巴糕的 还是非常好吃的 嗯 这洋葱还挺甜 嗯 好吃 哇 你那酒没喝 我一人今天喝了一瓶 喝一杯啊 我最近倒一小杯 快没了 太香了 然后那鱼生的也下酒 这虾它调味什么的 各个方面的 如果咱不吃主食 光吃菜的话 确实爽 最后尝尝这个黑松露炒鲁笋啊 哦 我觉得搁这个黑松露的话 是有点为了抬价格 但是乳损是很嫩 它处理得很好 基本上把那种老的地方 那个皮全包了 吃进去也特别鲜甜可口 好吃 这位黑松露歌的有点不明 所以 吃得好舒服 那来吧 猜家吧 哥们 行 我已经写好了 但是今儿有点紧张 因为觉得这还是挺高的 来吧 你猜一下 哦 习惯了 鱼生 我猜的是88一味 两味176 实际价格 一味68 两味116 烤猪皮加鱼子酱 我猜的是88一味 两味176 有 还行 就问我这么提示你 你还是猜低了 这太离谱了 一味98 两味196 是我觉得今天最离谱的 其他我都没觉得这么离谱 罗氏虾 我猜的那6支是138 它是1.2斤 实际价格 一斤188 它这个是225块6 那这个猜低的挺多的 收额 猜的138 咱俩一到了 外地就是 果然这个 实际价格88 没准成周末回来 对呀 我就说呀 对咱俩一到这边就完全凝乱 黑松露炒芦笋 我猜的70 实际价格88 这还算接近 嗯 还行 煎鲍鱼 很关键 很关键 三头 我猜的158一位 两位是316 被你过天车完全拉扯回来了 实际价格 一支98 两支196 你总价多少 我总价1022 实际价格939块6 我肯定要请客了 我算一算 8.8% 怎么跟我昨天一样啊 可以 我觉得我有进步了 这回我没输过呀 OK啊 因为最终不差在8.8% 所以我紧客 然后大巴子不用给我转了 本来就是我买单 然后呢 我们俩也把这个940块钱 捐给了爱心慈善基金会 做做总结的话 就是这家餐厅呢 环境很好 非常的气派很大 然后呢 包尖也设备齐全 有洗手间 有沙发 然后服务也特别的好 不过呢 他这个包尖要收10%的额外服务费 最后就说菜品的话 品中规中矩的 算是在线 如果你是老涛 就是追求美食的话 没必要来着 但如果就是家庭聚会 或者说请客吃饭 这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 OK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系列的话 去订阅我们 下期再见 拜拜